恐怖的人造人终于出事 看着他们尊敬地向自己问好格罗博士终于放心 但他万万想不到拥有独立意识的人造人 只是惧怕遥控器而假装顺动 此时贝吉塔等人已经追到研究所门外 放下戒心的格罗博士赶紧下达命令干掉他们 就在这时17号瞬间抢走遥控器然后一把捏碎 无可奈何的老头子此时实在可怜 贝吉塔一发光波直接将门炸开 看到人造人已经出事 特兰克斯认真提醒万分小心 克林建议咱们要不还是快跑为妙 自信的贝吉塔说反正你们也帮不上忙 这不免是个好主意 格罗博士还想命令可人造人玩味地嘲笑他 他们只杀想杀的人 18号悠哉地发现还有个实验仓鱼士也想将之放出 博士赶紧阻止因为里面的16号是个恐怖的失败品 如果放出绝对会将我们全杀掉 但显然阻止都是徒劳16号依旧开启 博士气急败坏威胁再不停止 就再造出控制器把你们都毁掉 突然17号淡然出击直接穿透他的胸膛 博士恨不该造出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不等他多说下一秒脑袋直接被踩了个稀巴烂 克林等人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造人的凶残 只有贝吉塔赞赏他们这点和我们赛亚人品行 眼看又一个人造人要出示特兰克斯再也不能淡定 瞬间变身超赛打出能量波轰向实验仓 巨大的能量爆炸差点把实力较弱的克林波及 贝吉塔立刻骂到笨蛋 因为这点程度的攻击根本是白费力气 18号成功打开实验仓 16号是一身环保色 可他好像根本不像博士所说的嗜血狂暴 17号还想跟他拉扯两句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直到听到要追杀悟空他才答应 见他们没有大开杀戒克林猛逼的庆幸 可贝吉塔此时是无比愤怒 本王子就站在这里他们尽敢无视 简直不可原谅 特兰克斯立刻拦住冲动了他 只有他明白人造人的恐怖 如果不和悟空联手那绝对不会赢 听到又是卡卡罗特贝吉塔真气不打一出来 一拳打在儿子肚子 推开阻拦瞬间追去 他自信作为王子 且已经变身超赛的他绝对能熔虑人造人 人造人们并不急着赶路 而是想开车兜会尔风 这也使贝吉塔成功追赏 赶在我必王面前装逼 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 见突然来了个跳梁小丑人造人们相视一笑 轻烈地嘲讽 贝吉塔简直要气死掉了狂妄地喊着谁先来受死 18号想看看16号的实力 可16号仿佛不爱战斗淡淡拒绝 见此贝吉塔再次得意一定是怕了本王了 18号撩一下头发决定自己上 贝吉塔骄傲地提醒 不要认为你是女的我就会手下留情 但打脸时刻正式开始 战斗刚开始两人先是展开一阵体术较量 贝吉塔的战斗力的确粉丝 超乎了人造人脑中的资料 但当18号稍微认真是贝吉塔 是要多残有多残